你看你昨天都一直要走出去 然後他昨天還跑去人家的房間 因為這個是雙人房 然後就跑去人家的房間睡覺 他很尷尬 因為那是可我分配給人家 要你當然是跟他們說 就是你要另外一間會怎麼樣 我也跟他們講過了 結果現在就一直跑去人家的房間睡 我幫他洗過澡了 你要媽媽洗澡嗎 我幫你洗過澡 我幫他不是洗澡洗屁屁 我有幫他把屁屁洗乾淨 所以屁屁現在很乾淨 幫他洗乾淨 可是他看起來是很累 你等一下錄影的白毛真心時間 看你會不會比較有精神 因為我給他錄影是怕他無聊 因為你知道人 不懂你到老都是一樣 你有事情做你比較不容易 喔真的你知道 比較不容易無聊 就不會死翹翹 可是你一直沒有在換房間 我就知道做有的事情就沒有用 他沒有換他 就是會很奇怪 我養他那麼久 不是不了解他好不好 他就是也 他很多地方比貝克還歸嘛 然後你又很難摸清楚愛的洗衣器 我說很難摸清楚 他有時候有東西換他沒關係 換他就不行了 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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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夾帽 可是夾帽其实心机很重 就是他比较被客会常出门 所以他就是很会在自己的领域 要求自己的权利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他一定要吃什么 或是他一定要用什么 他住哪里 过来过来 夾客会也会 可是他比较不会像起来这样子就是 他就直接生病 他八岁的时候就也是这样 他就直接急性 急性不知道什么什么言 然后就不吃饭 然后我就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那个台湾的医生那样 就一副没事的样子 后来我就知道应该是有问题 就是好像是 很多养 养猫等他们就是会设定 你猫大概八岁就会生病 十岁就会死 就是 你看老毛是要的是那个年纪 所以他就那个时间就生病没看 然后你如果不救他 就是那个急性 什么肾衰竭 他不是慢性 所以我很清楚他的个性 然后医生要帮他抽血说他超乖 他很规 反正医生脸色很难看 医生那个医生好像 有个团团团团就喜欢猫挣扎 猫挣扎就可以说 就是猫不想来啊 怎样怎样 可是他们不会去承认是他们的错误 就是 你知道我有看那个 就是介绍猫的疾病 他们隐瞒很多事情 不是我要讲 一次 一次我出国带的是猫的疾病 因为 你不知道换了一个国家 他们的医生 到底是 怎样 因为也有 也有兽医直接跟他们公开对干 就是像美国 所以就直接说 就是疫苗根不用那么常打 他就说他的猫 那个兽医的嘛 他都只有打一剂 而且就是四个月打一剂 他就只有 猫瘟的疫苗 他只有在四个月的时候打一剂 他连两剂都没有打 他们两支我都还是打破两剂 他我不懂 养他的时候我还不懂 要录影了 要录白妈生性时间了 然后 然后那兽医就说他还是有打 可是他就只打一剂 只要那疫苗有用 我都还没那么夸张 他们就是对干了 因为一定是有 你知道怎么样去当兽医的人 就算 有99个位赚钱 一定有一个人是真的喜欢冬 不然你不会去念那个科系 这是一种豁然率 就是 尤其如果在国外 你会念那个东西 通常都是你对那个动物 更有好感的 比例会比中 东方很多 东方很多 都是因为焚书道 或是 或是 怎样 好赚钱 不过在台湾不是很好赚钱 就是类似这样子 然后以至于 你就是你知道吗 你如果医病关系不好的话 你就是会 会很难 对 就这样 好了我们来录那个 今天的那个录影 我看来不来 来不及 我们就第二段 这就当闲聊 好不好 那你就不要一直跟我讲一些 这就是似是而非的道理 我看来不来及 可能来不及 我们等一下录第二段 你要录第二段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当前置 就是介绍一下一下 他就是一直 就是 不能说心机重 就是 嗯 我们讲白领 就像有的人会说 尤其是女生 他说女生很龟 有很多小地方 你不好了解 类似那个样子 但我们说的 是比较传统 毕竟欧美的女生 很多女生很大啦啦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但是 就是会很难搞 生手熟了 我很难搞 那贝克是会直接说不爽 他会直接跟我说 这 那消息的就是不会 他不会讲歌 他就是会生病给你看 或是不吃饭给你看 然后你就会 快疯掉 因为那真的很烦 然后他又是出门 就会叫的嘛 还好他今天回来 不叫所以我猜 他今天去看兽医 他应该有稍微满意一点 他今天去看兽医 其实看那兽医的钱 虽然很贵 可是我不会烦 我烦的是我真的很怕死掉 因为他如果不吃饭 或是那个 然后他又一直叫 我说一直叫 是在室内一直叫 你们知不知道 如果说一个很老的猫 他突然在你的室内一直嚎叫 那有的是 就是他的知觉 就是如果他看起来精神 好不好 有的是他已经 到类似临终 所以我会怕 我已经 我今天非常的暴躁 好啦 希望他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的话 今天至少他回来至少没有 他就吐了 然后希望他不要拉肚子 然后希望他不要拉肚子 医生给他药是打进去的 就是注射进去 这样他说 这样他就不会吐出来 医生感觉也蛮了解的 他说蛮会把药吐出来 然后希望那个药有用 好 好 他眼睛也好多了 不要生病 他看起来是想要录白毛真心事件 那我们这个前置就先录完 我等一下来帮他录白毛真心事件 嗯 这个 全部是毛肚子 而且我又很懒得去那个口碗 拿那个什么垫 这不过就是一个 不止步的垫子 我实在不想再去拿一张 就这样就好了 不用浪费这个东西 那就是这样而已 因为他这床下面是破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什么 毛会把他咬破 给他看一下这个床 这床是破的 对 所以我只是说要大一点的空间给他们住 我自己其实 我算随和嘛 对我在某个头 我现在在某个头 对 对